一提起韩国,相信绝大多数人都认定它是整容大国,因为男女老少都在整容,有的小孩甚至八岁就学习了化妆打扮,以至于有的韩国家庭一家出行,根本看不出是一家子。 可就是这样,他们还是拍出了讽刺整容的电影,一起来看讽刺片《人形》。 这天,年少的志英正在家里专心地画画,很快,妈妈跑进了她的房间,想看看她画了什么。 志英把画拿给妈妈,只见她画了一个大眼睛,肩下巴,五颜六色头发的女人,嗯,可以,这不是五色的油彩硬网纸上画吗? 只见妈妈把画挂在墙上,从笔记来看,周围的几幅画也都出自志英之手。 时间一晃到了志英14岁那年,她和闺蜜相运来到一家整容医院,两个姑娘都已经十分漂亮了,可是还是想为毕业照中的自己天才,他们决定一起来做手术。 很快,医生叫到了志英,她把自己想要的模样画在纸上交给医生,她一心想变成医生的模样,可是医生却开出了高昂的价格,志英根本难以支付,她只好气冲冲地跑回家,晚上家里人坐在一起吃饭,可只有志英根本没有胃口。 因为家里除了她都已经整了容,看看这一家子,志英于是提出,她也想整容,可是姐姐却一个劲地给她泼冷水,并告诉她,你年龄很小,虽然她也是这个年龄整了容,无疑,整容在家里是一个敏感的话题,母亲不让大家再去讨论。 就在这时,爸爸坐上了餐桌,她见一家人沉默不语,就知道志英又想整容了,便不再插话。 志英知道父母肯定不同意,也不会给她出钱,于是走出家门。 就在这时,她的闺蜜找上了她,后者刚刚做完手术,志英已经完全认不出闺蜜了,她吓了一跳,独自一人走在小巷里,身边都是整过容的人,她像个异类一样走在雨夜里。 就在这时,一则新型整容诊所的广告吸引住了她,对方正在寻找一名志愿者,一听是免费的。 于是志英来到了整容医院,她二话不说就签了责任书,没一斩茶的功夫,志英就躺上了手术台。 昏暗的灯光下,她的脸是多么的雪白无瑕,可是当摘下纱布的时候,她已经彻底认不出自己了。 志英终于变成了她想要的样子,可是她的意识却陷入了模糊。 没错,她成了手术台上的牺牲品,她的手术失败了,她从此再也没摘下帽子。 韩国整容的乱象比比皆是,在自己脸上动刀子,谁也拿不准。 身体发肤,瘦之父母,得不到的硬要去抢,最终只会闹得竹篮打水一掌空。 当然了,也有人说,最后坐在餐桌上的是志英的替身,而真人已经死了。 我想说,整容不仅仅是改变了脸,还换了一颗人偶的心。 本集就到这里了,我是斯坦,我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